熟練8的這個喔 27頁啊 不講得多吃了 有 我有說喔 27頁好不好 這邊是雷俄 找蛋糕耶 來 這邊的話呢 判別它四不四九的倍數 它的看法跟看三的倍數會一樣 怎麼看呢 一樣 全部加起來 你就把那數字 5 4 1 9 9 8 全部加起來 看加起來之後呢 會是九的倍數嗎 宥軒來你加一次 那就不要心算啦 你可以比算啦 奇怪 我有叫你心算嗎 不容許你算慢一點 快點好不好 加了不是沒事耶 他就算了你 好啦 你加好了 你加好了 我怎麼都說得有關 對啊 不知道 說不知道 快點加 我等你答案 你都不知道 加起來喔 那個什麼 5 4 1 9 9 8喔 對啊 我剛剛不是講的嗎 全部加起來啊 4 6 加起來等於4 6 去撞逼好了 喔呀 好撞逼喔 來 5加4是9對不對 8加1也是9 看到有幾個9 1個9 2個9 3個9 4個9 49 36 36可以被9整除嗎 可以嘛 所以這就是9的倍數 所以9倍數看法跟3倍數有沒有一樣 一樣 一樣喔 張開那個來第二題 他題目有要求說如果這個是9倍數的話空格你要放什麼東西 你先把它全部加起來 好 先加喔來 比如說 2加4加某數加 兩個0就不要寫了對不對 直接寫加5 2加4是6 6加5是11對 你說老師答案是70嗎 好咧 因為 11加某數要成為9倍數的話 空格要擺什麼 你就開始背了啊 919 還沒有到對不對 928 18剛好可以喔 如果有機會要變成18的話 11加多少變18 7啊 答案7沒有錯 所以 某數就是7 好來 底下練習現在寫 那個手練9這邊的話呢 判別3倍數當然你們應該也都會也都寫好了喔 那我就把答案對一下好了 對 沒錯加起來 像這個1加9加9加7 是3的倍數嗎 1加9 你怎麼知道 你加好了 1加9是10嘛對不對 9加7是16 10加16是26 26剛好被刪除嗎 26怎麼被刪除 不難處對不對 所以答案就 不是嘛 第一個就不是 他補失三倍數 再來第二個的話呢 他說 如果這個要成為三倍數的話 空格你要擺誰 一樣你先把他全部都加起來 全部的數字呢 有3加0加某數加0加1 對不對 就3加某數加1啊 0都不用加了 3加1變什麼 4 4加某數你就想了喔 好 5137 0 5137 0 超級10大 你有沒有 好第一個來這邊的示範是說 這是11的倍數嗎 我們當然不是拿來直接除喔 我們會用那個 間隔間隔跳起來 間隔間隔跳起來 加起來 所以5加3加0 5加3加0多少 是8 沒有跳的往下跳 再把他加起來 1加7也是8 然後8減8變什麼 8減8會變成0 變成0之後 是11的倍數嗎 0是11倍數沒有錯吧 所以答案 是11的倍數 1跟2跟3然後到5片大的時候 所以你相減完之後只要是0 或11或2或33 只要被11除 都是11的倍數 那底下這邊呢有三個練習喔 一樣試一下好不好 那不是難這一定要會喔 這非常的重要 考試也都一定會考 第一題喔 判別 9跟29 分別是植數還是核數 植數你們知道了吧 1到100裡面的數字 只要不能夠被2357給整除 都叫做植數 那1不叫植數 1例外 植數最小是從哪邊開始 從2開始 2也是唯一的什麼數 偶數 植數裡面唯一的偶數 就是2 然後2是最小的植數 這樣知道嗎 那2以上的話 你說2跟3都是植數嘛 4變什麼 4就核數了 為什麼4叫核數 因為4可以分解 變什麼 除了1乘4以外 還有別的分法 224 所以4叫核數 因為他可以被拆開 這樣懂意思嗎 好那我看一下來 判別9跟29 是植數還是核數 所以答案9什麼數 9是核數嘛 對不對 那29就是 植數 29不能 不能被2357除啊 有沒有印象 我們在上次上課有列出 1到100的植數有幾個 25個嘛 對不對 好 再換那個來 底下的第一題喔 0到30的整數中 植數有哪些 核數有哪些 你先把植數寫出來 0到30的植數寫出來 不要用看的 不要翻前面的 會他會叫你寫 某個區間的植數 比如說 20到50的植數 或50到80的植數 這之間的植數還寫出來 好所以你要練習 把它寫到完整 來這裡喔 一定要從2開始啊 植數最小就從2開始啦 怎麼從0開始呢 好那你答案包給我好了 太快了 後面 然後呢 2329 3137 等一下 是不是過頭啦 0到30耶 所以那個過頭了不要寫 這樣對嗎 好那其他同學等你們寫喔 你們寫完就跟我這邊對一下 那有些人聰明啊 他 他兩次一起寫喔 他植數寫完之後 核數也在完成了喔 所以當你植數寫完之後 核數 0到30的核數 就很多了耶 這裡以上那邊沒有寫的 一不要喔 一不要寫喔 然後從2之後的 4 6 8 9 12 16 15 16 奇怪的你音舞啊 我問他你又回答 來繼續 221 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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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27 28 30 25 26 28 27有嗎 有啦 27 28 30 所以你會發現喔 這裡面的核數最小是多少 4 這樣知道喔 核數裡面最小就是4 那直數的最小是 2 為什麼都沒有1啊 1不是直數也不是核數 很好沒錯 重要喔 1只能夠說是最小的正整數 1不是直數也不是核數 1什麼都不是 它只是一個最小的正整數 這樣知道嗎 很可憐喔 對啊 很可憐啊 它不在這兩個類型裡面啊 很可憐啊 它只能是一個整數 連正負數都沒 0是中性的數字 對沒錯 它也是沒有正負之分 好這些東西你要知道好不好 好 好來 所以像第二題喔 回答下這個問題來 第一個最小的直數多少 2 你要寫2不能寫1吧 好這是2 最小的核數呢 好第三個 基數中最小的直數是 對答案是3 53是直數還是核數 對答案直數 91呢 核數 有沒有老師特別推薦的喔 91被誰除啊 背7 背7耶 91是背7 背7除了 所以你旁邊給他注意一下 91 可以等於7乘13 好不好 所以老師推薦的喔 91很容易被誤認為直數 可是它不是 它會背7除 背7除 好不好 好啦不要哭 好這樣又哭了 我這樣很痛 好再來換那個 熟練12囉 熟練12的話呢 他說 將N格鞭長文1的小正方形緊密 拼成一個矩形的話 好不好 矩形知道嗎 矩形 矩形的喔 原來念矩形的 念矩形的 每個班的老師念法都不一樣 我們去查一下這個注音好了 到底是矩形還是矩形的 矩形 我都念矩形 如果有錯的話 你再幫我糾正一下好不好 好來 那矩形的話呢 他是告訴你說 只要四個腳都是90度的就稱之為矩形 只要四個腳都是90度就稱之為矩形 所以矩形包含什麼形 矩形它本身包含的正方形也包含什麼形 長方形 這兩種形都稱為矩形這樣知道嗎 矩形代表說四個腳都是直角的 稱之為矩形 好那手鍊十二的話呢 他說如果給你十一個小正方形 你可以拼出幾種不同形狀的矩形呢 因為你只能夠怎麼樣 十一個舉行只能夠寫為一乘以十一 這什麼情況 就說你把這個小正方形就一直排一直排排幾個啊 一直排沒完排到排出幾個了 排出了十一個這邊一嘛這邊是十一一乘十一變十一 所以把這十一個用光光 這樣知道嗎 有聽懂 聽不懂 就說你的十一個小正方形 要拼成長方形的話或正方形 這方形拼不出來嘛 長方形怎麼拼 只有唯一的拼法啊 就拼一排而已啊 所以就一種拼法 就那邊一種而已 好 好再來 第二題喔 如果N等於十二的話 可以拼出哪幾種不同形狀的矩形 你就想十二可以怎麼拼 一乘十二 還好呢 二六十二對 還有三四十二 你可能不懂為什麼要這樣寫好了 一三十二是告訴你說 我就直接這樣子拼啊 有沒有一個一個一個接幾個啊 接到十二個有沒有 這樣不就一乘十二變十二 十二個矩形拼光光 對 十二個正方形拼光 二六十二什麼意思呢 就二把他當成寬 就只有把他當成長 很好你心中都很棒耶 來沒錯啊 就是把二當成寬 然後那個長就怎麼樣 往下接接幾個 就接六個啊 一二三四五 有 是嗎 很棒喔來 所以二六十二對不對 那 三乘四懂意思了嗎 就是 你寬變三個嘛 然後長變四個啊 不錯啊 不是上課你有來聽啊 很棒啊 上課一定要聽 夠了不要講那麼浪話好了 上課一定要專心聽 不可以做其他事情 這學校也是一樣 都很重要 我上課都在看那個 你幹嘛在看我 你有鬼喔 你上課沒有人聽喔 老師我也是啊 所以呢這邊的話呢 三四十二也是一種 所以這邊會有三種的拼法 這邊有沒有問題 好那再來底下給你寫 你就把它都分解 看他會有幾種的拼法 就代表說 有幾種的分解法 就代表有幾種的拼法 好 換這裡喔 這題呢是要寫出180的 標準分解釋 所謂的標準分解釋呢 他一定要用 直數來做 表達 要用直數來做表達 就是說你在 用直數怎麼去連乘起來 變成他 這樣的表達方式就稱之為 標準分解釋 那要怎麼做呢 你就把180拿來做短除 短除法國小有教過嗎 有些人有些沒有 短除法是說你把那個180 寫出來之後呢 畫一個L 畫完之後呢 馬上去除了喔 用直數來除 直數喔 比如說用什麼除第一開始用 小的2除完變什麼 3 90 90吧對不對 用2除90啊 再來用2可以嗎 2可以就去用2喔 不能再換別的好不好 2可以嗎 可以喔 可以用2除變什麼 49 45 45 2還可以嗎 不行 不行換什麼 好用3 你用3的時候變什麼結果了 15 15 3可以嗎 可以 繼續用3 3變成 5好還有嗎 沒有 這個時候跟你講好玩喔 從這裡開始 一路乘到底就變成他的標準分解釋 從這裡開始 一路乘到底 好有的說老師5可以515啊 沒有不用了知道嗎 那沒有意義了喔 好這個時候呢 你就寫 180可以等於 來數一下 連續乘起來 有幾個2 叫做2的2次方 叫做2的2次方 有幾個3 2的2次方 3乘1 2個3叫3的2次方 有幾個5 1個5 就寫一個5就好 你不要寫5的1次方 好 那 這樣的寫法呢 就稱之為 180的標準分解釋 注意聽喔 很重要的喔 其中 235 又稱為 180的 直音數 什麼叫直音數 他本身 是180的音數 也叫做直數 所以稱之為直音數 這樣知道嗎 再說一次喔 這邊寫出來的 235 他都是 180的直音數 如果今天問你說 180的直音數是誰 答案就235 如果你要寫 分準分解釋的話呢 是這一個 把它寫出來 那底下這些題目 寫完之後 我們就會休息 5分鐘 好不好 我說10 不能用5分鐘 對手練詞蠻簡單的喔 他就按照你用的 短處法的方式 來做進行 第一題的A A數是128 13 第2題 第2個 那個什麼 B的數是3 這不對了喔 這是3 因為429 除以3 變143 對不對 啊 這不對 可是這不對啊 429 429 除以3啊 它是 它是 A除2 變429 856 855 所以你要 429乘2 429乘2 143 得到這個答案 3 所以429 除以3 變143啊 就短處法而已啊 你看429 被什麼除嗎 被刪除可以啊 這不是143嗎 就按照你的短處法的流程 去把它算出來 底下題目給你們練習 好不好 我再來一趕 好這邊呢 信用那個 利用紫因素分解法 要去寫出 它的標準分解 東西很奇怪 你看第一題喔 在18頁 18頁 18頁 好來這邊呢 他要求的是 A的標準分解釋 還要寫出 A的相異 直音數 先寫出 標準分解釋 裡面就會有相異直音數了 問題是你要怎麼標 要全部省起來嗎 全部省起來嗎 才不會無聊吧 你就分別處理 知道嗎 就18 就18處理 18 19不用處理 要直數嗎 20另外處理過 比如說18怎麼處理 18可以短處 處法用什麼處 用二處備什麼 2918 再用什麼 339對不對 所以18是2乘以3的 幾次 2次 對你就把這個18換掉 換成2乘上3 2次 然後19剛剛說不用處理他嘛 要直數嘛 直接把他抄下來 好再來是20 20怎麼處理20 短處啊 用2除就是 10 再用2除 5 2的 2的二次方乘5 對不對 所以20的這個呢 改為2的二次方乘5 好 再21怎麼改 21就直接看了吧 21就是只有3721啊 對不對 對不對 不斷 不斷 你會聽嗎 所以21會變成3乘7 3721啊 好這樣我寫出來之後呢 把這邊 這邊都是A的 只是我們把個別去處理 這樣比較好做啦 所以不要把全部撐起來 個別處理 處理完之後呢 直音數 直數從小排到大把整理出來喔 來 從小排到大來 2有幾個 這邊幾個 一個這邊呢 兩個2加1就3 所以有3個2 2的三次方 再乘上3有幾個 2個加1個變3個 好再來5有幾個 1個5 幾個7 1個7 幾個19 1個 所以這樣的寫法就稱之為 A的標準分解式就寫好了 所以這裡他不用全部呈出來喔 你就分別做他們的個別的分解 分解完之後把它整理起來 次方把它加一加 好所以最後這個答案呢 就是A的標準分解式 這個答案就是 對這個是第2答案 是A的標準分解式的答案 他兩個答案 所以第1個答案呢 你就寫2的3次 乘3的3次 乘5 乘7 乘19 再來第2個答案的話呢 是要寫出 相異直音數 什麼叫相異直音數啊 老師剛剛有講過嘛 這邊的2 3 5 7 19 都是A的 直音數 因為2 3 5 7 19 都長得不一樣 叫相異 所以相異直音數 是指的說 還是一樣 是2 3 5 7 19 所以答案寫2 豆號 3 豆號 5 豆號 7 豆號 19 好結束 這樣問你 叫相異直音數 好 OK嗎 這點棒喔 會考喔 好 再想一想這邊講的有沒有什麼問題 聽懂嗎 聽懂嗎 好記得這題不要全部成出來你是要個別去處理喔 好然後把這兩題講完下課了還差一題啊 好把第二題講完好不好 可以嗎 可以嗎 很搖頭了 那這邊嗎 就寫底下這邊的二三五七十九 他們本身是直數 也是這個A的音數 所以稱之為A的相異直音數 就要寫二三五七十九寫出來 第一題是 第一題是標準沒解釋啊 第二題這一個 第二題我還沒寫啦 第二題那個B我還沒有寫喔 來 我看第二題喔 他說呢 B可以等於 1乘2乘3乘4一直乘乘到30喔 然後問你說 那 這樣子的B 他的相異直音數 一共會有多少個 問共幾個你要把它全部列出來知道嗎 那要怎麼列呢 你倒不是把全部呈出來啊 從裡面找 指數喔 從小的開始找起 這裡面有沒有二的直音數在 哪邊有 所以他一定會二的直音數 有沒有三的直音數 有這邊有三對 有沒有五的直音數 有 因為二三四五嘛 就五對 有五的直音數啊 那有沒有七的 七在裡面就有七啊 還有誰 有沒有11 13 所以你要找什麼 你要找直數啊 13過來 17吧 過來呢 19 23跟29對不對 好來超過就不要找了喔 跟他沒關係了喔 所以這樣的直音數有幾個 12345678910 有10個 所以他這裡要寫一共有10個直音數 好到底有幾個 答案是 共10個 當然這題這樣寫就簡單了喔 到旁邊那題的時候情況就不一樣了喔 旁邊這兩題喔 我們禮拜 三 上課再來講好了 禮拜三上課再講這個提醒喔 萬一他朋友從一開始的話 中間結過來怎麼辦 好來 今天上到這裡囉 有沒有問題 要是 要是作業嗎 要不要給你們回家練習一下 我來講 我來講 打工 我來講 咖啡 我來講 你講